大会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这是一个兼具雄心同时又务实平衡的框架 具有里程碑意义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破坏了新蓝图 国际社会对框架的达成普遍给予高度评价 有舆论认为这是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巴黎协定 大会通过了60余项决议 在框架的目标资源调动 遗传资源数码序列信息等关键议题上达成了一致 确立了3030目标 即到2030年保护至少30%的全球陆地和海洋等系列目标 建立了有利的资金保障 明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 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支持措施 框架将指引国际社会携手遏制 并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 推动生物多样性恢复进程 共同迈向2050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 作为COP15的主席国 中方积极发挥政治领导力 克服种种困难挑战 推动各方弥合分歧 确保框架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未来中方将积极推动框架执行落定 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 加强与发达国家交流合作 与各方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